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湖北省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碑 湖北省百强乡镇 金门市镇域城市建设试点镇 近年来后港镇紧紧围绕 打造水乡生态经济新城 建一流镇级市的总体目标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扎实推进四化同步建设 全镇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2012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7.2亿元 财政收入8760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9904元 分别比2010年增长40.95% 68.46%和35.67% 作为金门市石墙工业重镇 后港镇的特色在工业 根基也在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 后港镇始终坚持实施 新工强镇战略不动摇 把工业园区规划和产业规划 与城镇总体规划同时考虑 同时规划 同时建设 推动了新型工业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30年来 支柱企业金波集团经过了诞生 扩张和裂变 一分为四 发展起来的明红建材有限公司 金华铝业有限公司 迅速跻身亿元企业行列 新型玻璃建材 成为全镇乃至全市主导产业 企业也从一支独秀 到百花齐放 后港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内资外资一级引 先后有红蜻蜓良油有限公司 巨龙重型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金港制衣有限公司 万汇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到后港 安家落户 全镇现有各类企业300多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8家 一元企业12家 省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 以湖北京坡集团为首的5家玻璃建材公司 生产的玻璃 瓶罐 铝材等产品 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 高档器皿 已出口到欧洲市场 绿色食品 蛟龙皮蛋 咸蛋 已打入香港 广州 深圳等地的市场 且已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万汇食品生产的 鱼泥系列产品 即长湖鱼膏 鱼丸 丰干鱼等 深加工水产品 玉满金厨 后港工业集中区 是湖北省重点工业园区之一 是京门市 一盒六片十五园园区之一 规划面积 十平方公里 现已建成面积 五平方公里 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 日益完善 路网畅通 水电设施配套齐全 功能分区布局科学 云林景观 清新亮丽 发展环境宽松优越 原油企业 跳出传统产业的束缚 淘汰落后产能 脱胎换骨 专形叠变 兼建了京波 京华 红蜻蜓 食品和服装五个工业园 实现了企业上当升级的华丽转身 形成了以一区五元为龙头的产业发展格局 2012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83.6亿人 同比增长32.2%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4.6亿人 同比增长40.6% 完成上交税金57065万元 2011年度排名湖北省百强乡镇第42位 比上年提升两位 宽阔整洁的街道 绿草如荫的游园 林自至比的楼房 风景融化的小区 让你置身其中 分不清是在都市还是在乡镇 后港镇按照东幽西近南连北拓 改造幽化东城区南连因江际汉渠道 西建后港工业集中区 北前汉仪公路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发展思路 依托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 强抓国家 引江际汉工程建设机遇 大气部高标准科学编制 城镇发展规划 绘制城市蓝图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城镇品位 优化服务功能 以引江际汉工程 后港港口为依托 在镇南新区 规划建设占地面积 200公顷的后港物流园区 打破后港交通瓶颈 使后港通江达海 四通八达 后港的城市建设 始终围绕水字来做文章 突出水箱特色 环绕长湖和西湖两大湖泊 先后建设了金石花园 西湖国际新城等一批 中高档住宅区 改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 在长湖之边 建成了一万多平方米的游园广场 让人们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为有效保护长湖水体水质 控制城镇水污染 后港镇在全省乡镇率先建成 日处理污水3000吨的污水处理厂 现已正常运行三年之久 带来了污水变清流 荒湖变景观的巨大变化 激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城镇品位再次提升 近年来 后港镇通过向上争取项目 市场化运作 其自筹资金等多种方式 实施了卫生填埋垃圾处理厂 西葫芦扩建 送葫芦改建 街道绿化改造 镇区自来水网扩容 污水管网配套建设 经波大道刷黑 临街建筑物立面改造 西湖外环线道路基础建设等 十多项工程 目前为达通镇区南北大通道 总投资5000万元的西湖外环线 已全面动工 建成后将形成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景观效果 后港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韵味越来越浓 目前建城区面积达9.86平方公里 镇区及近郊新社区人口 发展到5.8万人 城镇化水平达到69.1%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28.6平方米 人均公共率地16.5平方米 电力 交通 油电 供水等设施齐全 教育 文化 医疗 娱乐等服务设施 3亿元左右 后港不仅是工业强阵 也是农业大阵 全镇耕地面积12.7万亩 水产养殖面积11万亩 为了实现同仇发展 该镇坚持用工业发展理念 指导农业 强抓升级战略 中国农谷发展契机 巩固农业经济基础 按照一村一业 一村一品发展思路 例如建基地 半龙头 创品牌 新模式 强科技等五项措施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培育出优质粮 油 蔬菜 水产 续青等十大种养殖基地 不断壮大的蛟龙食品 红蜻蜓粮油 万汇食品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有力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2012年 全镇完成农业产值13.6亿元 后港镇 按照全域后港理念 做到镇村两级规划全覆盖 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近年来 通过土地整理 千村藤地 建成了 黎平 京南 唐台三个新农村 住户已达五百多户 新农村配套设施完善 居民生产条件优越 生活安居乐业 孙桥新农村居民点建设 已全面启动 西湖国际新城一期项目 已完工 将进城 京南 唐台 西湖国际新城 地港新天地等 四个万人社区 届时 后港城镇化率将达到80% 目前在急镇各大企业 超市上班和监营商铺的人数 已达两万多人 年均收入五万元以上的家庭 在后港比比皆是 农民争相在急镇 购房安家 急镇居住 农贤挣钱 农忙种地 正逐渐成为全镇农民生活和就业的一种全新方式 改革稳步推进 发展 势不可挡 由中共五大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后港镇总体规划 确定了一城三镇 即中国玻璃建材产业集聚名城 产业经济强镇 水乡生态银镇 和谐发展重镇的发展战略 描绘了后港的崭新蓝图 后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正以他们的智慧和汗水 锐意进取 针抓实干 团结拼搏 大展宏图 扩拳强镇的后港 必将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再一次腾飞 一座美丽宜居的现代化小城市 将以全新的姿态 展现在世人面前